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鲜半岛中西部的松岳山下 距开城市区西北约两公里 有个来凤庄 这里原是一座富有家庭的宅地 后来成为了朝鲜停战谈判的最初会址 这座宅地一时名声大噪成为世人瞩目的地方 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时 朝鲜停战谈判在这里正式举行 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史无前例的特殊博弈 1951年6月23日 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一个名为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 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可夫·马利克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说 苏联人民相信保卫和平的事业是能够做到的 苏联人民进一步相信 目前最为尖锐的问题 在朝鲜的武装冲突问题也能够得到解决 苏联人民认为 作为实现停火和停战的第一步 交战双方应当开始进行讨论 以便为双方从三八线撤出武装力量做好准备 采取这一步骤可能吗 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假如大家真诚希望结束朝鲜的流血战争的话 马利克的演说 为交战双方走向谈判桌前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在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打击下 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受挫 战争形势更趋持久化 使美国不仅承受了更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负担 也违背了美国以欧洲为重点的国际战略 在朝鲜继续打下去 无力取胜 长期僵持则消耗不起 因此美国此刻不得不考虑 调整朝鲜战争策略问题 这个战争他负担很大 一个是把他牵着的海空运力量很大 那时候他的战略重心还是在欧洲 不过他在小号这个地方 他对他整个战略讲微微的 另外负担太大 小号他含着弹药都困难了 他原来打击十二次打仗剩下的 打战略完了 所以后他继续要停战 我们打了第五次战役 在五月中旬 五月十五六号吧 他专门国家安全委员会 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研究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目标就是 沿三八线一带 通过谈判 实现停战 他叫体面的停战 这个最后专门发了个备忘录 给你细微 位于美国纽约海滨长岛的 伦克福庄园 当年曾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 周末度假的地方 1951年5月31日 一位美国人造访了这里 他就是美国国务院资深顾问 美曾任驻苏大使 著名苏联问题专家 乔治凯南 凯南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 谋求朝鲜停战谈判 在这里 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 马利克表示 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 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一天之后 这一消息很快传递到了北京 经过商谈 毛泽东和金日成决定 采取边打边谈 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 达到结束战争的策略方针 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中国人民完全支持 马利克的建议 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 当天 美国总统杜鲁门 在发表美国政策演说时称 我们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6月30日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其威 奉杜鲁门之命 通过广播 向朝中方面正式发出 建议在原山港丹麦商兵船上 举行停战谈办的通知 7月1日 朝中方面 由金日成 彭德怀发出赋文表示同意 但建议地点改在开城 李其威认为 开城在中朝控制区内 对美方不利 但是为了不至于把刚有点眉目的事搞砸了 还是回电 表示同意 就在今日城 彭德怀发出赋文的第二天 毛泽东要求志愿军 极力提高警惕 我第一线各军 必须准备对付 在谈判前 即谈判期间 敌军可能 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 在后方 则举行大规模的空战 以期 获我定力 城下之王 如与敌军大局进攻时 我军必须大局反攻 将其打败 分析这个探判 地人在探判桌上肯定不老实 是不是 所以这个 盯的方针是 摊的机器弹 打的机器打 一打促谈 探判桌上 他得不好的东西 战场上也不能叫做占便宜 美国人对谈判的态度 早在布鲁门发表演书的那个夜晚 就定下了基调 谈判 不意味着立即休战 在停战协定签定以前 将不停止对抗活动 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其威 在停战谈判期间 可以进行陆地 两栖 空中 空降和海上作战 以支持谈判 谈判还没有开始 边打边谈的局面 就已经注定了 1951年7月8日 朝鲜战争交战双方联络官 在开城来凤庄 进行了第一次会晤 经双方协定 正式谈判的日期 为1951年7月10日 地点依然是来凤庄 并提交了各自代表团的名单 朝中方面的正式代表是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 南日将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 邓华将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 谢芳将军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 侦察局局长 李湘朝将军 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参谋长 张平山将军 与此同时 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点将 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 和同在外交部工作的乔冠华 也来到了这里 担任这次停战谈判的总顾问 整体策划指导谈判工作 联合国军方面的正式代表是 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 桥埃中将 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员 克雷奇少将 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 霍智少将 美国远东海军副司令员 伯克少将和南朝鲜的白善业少将 然而会场内外双方你来我往的暗战 也在悄然进行 谈判的时候 美国人他要先摆出一个胜利者的姿态 他要我们给他修个直升飞机的机场 咱们那时候没有直升飞机 连苏联那时候还没有直升飞机 美军在战场已经有直升飞机了 他的谈判首席代表叫乔埃中将 他要坐直升飞机来 表示他是一个大国 军事大国 强大的军事国家 对此朝中方面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 我们谈判代表去接 包括接美国人 这个来谈判的那些人 都用美国进步车去接打 新鲜的白骨星 都新鲜的 你说你是胜利者 你的车子都到我们手上了 咱们简单说吗 这很有意外的事了 那咱们两个谁胜利者 我脚后里这么多车辆 都是你警官做的吧 我们规定 你每次来的时候 你都要踩上白鸡 去步车上每辆汽车都打了白鸡 他是打了白鸡过来 我们是给高领下的 他是干脑下风的 1951年7月10日 上午10点 朝鲜停战谈判 正式开始 双方代表团 都拿出了自己的提案 但众因分歧过大 第一天的正式谈判 在双方紧紧提出 各自的观点之后 就宣告结束 记者们 曾就需要多少日子 能够达成协定的问题 进行过打赌 某一悲观论者预测 需要六周时间时 引起了其他记者的失效 当时认为 充其量需要 两到三个星期的 占大多数 结果 他们都猜错了 随着谈判的进行 就连谈判要讨论 哪些问题 都困难重重 难以进展下去 7月26日 双方终于决定了 讨论事项 今此 就用了17天之久 随后 进入第二项议程 军事分界线问题的讨论 谈判之时 便陷入了僵局 志愿军和人民军方面 主张是以三八线为界 停战 提出这个也是有理由的 一个是三八线 本来就是 朝鲜南北双方的一个分界线 而联合国军方面 则提出了所谓的 海空军优势补偿论 美国方面的代表非常狂 说话也比较粗 他就提出来说 划分局分界线 那你得给我补偿 这就是所谓的 海空军优势补偿论 我们的空军和海军 控制了 从战线开始 一直到 鸭路江和通门江 整个朝鲜的地区 一旦停战 我们的空军海军要撤退 那么 我们就亏了 所以现在地面战线的 这个情况不能反映双方的实际局势力量 他们就提出 不占 要占我们是一万二千平方公里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要补充我海空军的优势 这个要想着占到就是 远山 行律州 这个风妖部这个地方来 当然我们也是村土 我们也不能绕啊 我们说你要补充我们地边 这个什么 不必有优势 我们的代表团马上就拨他了 说既然你的海军空军那么强 那你当时为什么没在鸭路江 通门江站住脚 你为什么撤到三八线 甚至后来你要撤到三七线 所以现在的战线 实际上就反映了双方 陆海空军的综合能力 美方代表乔埃无言以对 双方静坐132分钟 厂内一片寂静 厂外则是另一番景象 进入了八月后 双方都没有一点让步的迹象 谈判变成了重复同样的主张 重复同样的拒绝 这种不变的日常例行公事 最终每次谈判都成了静坐 最短的一次 全程用时25秒 便告修会 谈判没有任何进展 但联合国军的挑衅却不断发生 他们在中立区频频制造事端 美国和韩国的部队啊 经常组合到一起 在我们那个中立区 偷偷地在巡逻 他来巡逻就是找茬 位于朝鲜开城的这座志愿军烈士墓 长远着一位年轻的志愿军排长 他就是当年为保卫朝鲜停战谈判 而牺牲的和平战士姚庆祥 1951年8月19日 美方多名武装人员非法潜入中立区 袭击了负责警卫中立区的志愿军军事警察 年间24岁的排长姚庆祥 壮烈牺牲 前面那个排长姚庆祥 被他们给射杀了 还射杀了两个战士 实为战地摄影师的赵华 用镜头见证了美军的罪行 我方联络官张春山上校 柴承文中校 和美方联络官穆莱上校等 共同进行实地调查 和姚派长一起遭受过袭击的战士 向他们说明经过 他说 我们在松谷里和博山里之间的山坡上巡逻 突然遭到美里军队从树冲中的射击 姚派长左腿受重伤 美里军队又赶到他跟前 在姚派长前额上打了两枪 姚派长就这样牺牲了 开城人民以极悲愤的心情 给姚派长同志开追导会 他们将永远纪念着这位和平战士 美帝国主义对中朝两国人民又欠下了一杯血债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被表彰烈士为和平事业献身的精神 于1953年1月追任姚庆祥为一等功臣 并授予和平战士称号 仅仅相隔三天 又一事件接踵而至 8月22日 联合国军的飞机封炸了谈判回场 朝中代表所在的区域 恰恰就在飞机攻击的范围内 中立区域是不能够有军用飞机的 我们一开始炸飞机 他连飞机来 结果怎么就听着 就炸弹下来的声音 我们就拍了 几下就在这种炸了 炸了 然后接着还要来一说这个子弹 两个小时后 美方代表肯尼上校 木莱上校等人抵达现场后 在具体的人证 物证面前却拒不承认 这是美国炸弹的弹片 这上面的英文字还看得非常清楚 这些轰炸证据 不能容许美侵略者再次抵赖 我方联络官张春山上校 柴承文中校 向美方联络官提出严重的抗议 要求美国认真处理这些严重的挑衅事件 我方联络官并宣布停止一切会议的进行 等待美国方面对这一事件做负责的处理 就这样 持续了45天的朝鲜停战谈判 就此中断 下节看点 联合国军向志愿军发动了秋季攻势 志愿军火箭炮兵开始了诸朝参战后的第一仗 实际上 自谈判以来 美方一直以一种优势的心态来看淡停战谈判 在多次交锋都没能占得任何便宜后 除了发起各种挑衅 还宣称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8月18日 联合国军先后动用七格式的兵力 向北汉江以东朝鲜人民军的防御正面 实施猛灭进攻 人民军依托野战攻势 在缺量少弹的情况下 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 在773.1搞地和851搞地 美军伤亡惨重 将这两个高地成为血领和伤心领 联合国军不甘心夏季攻势的失败 9月29日 又向志愿军防御正面发动秋季攻势 志愿军在积极防御 节节抗击 反复争夺歼灭敌人的原则之道下 依托野战攻势 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在越野山 天德山 高望山 马良山等战地 打配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在文灯里和金城以南地区 联合国军集中250辆坦克 实施所谓坦克批误战和坦克歇误战 志愿军部队 依托反坦克阵地 击毁机伤敌坦克83连 有效地阻止了敌坦克的进攻 在激烈的防御作战中 第67军创造了三天兼敌 一万七千余人的记录 至10月22日 志愿军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 在两个多月的下秋季攻势中 联合国军以死伤十五万七千余人的代价 战区土地六百四十六平方公里 平均每一平方公里死伤二百四十三人 这个时候美国国内 那参谋长会议主席布莱德雷 都说了 像你这样的主山主地这样的打法 打到鸭络江二十年 那得伤亡几千万人 所以战略上你是失败的 这次防御反击敌人夏秋季攻势作战 也是入朝参战不久的 志愿军火箭炮兵打的第一仗 在后洞里 马良山等战斗中 火箭炮兵充分发挥火力优势 给予了步兵极大的炮火支援 这个火箭炮的厉害在哪里 它既可以混乱 也可以燃烧 打这三头 敌人的野战公司都被火烧了 它就是大炮 是大发装 因为这炮弹出去以后 打到敌人阵地上 200米方 米方方圆之内 这个地面上的敌人 一个也活不了 不是打死 就是真死 就是瘦死 1950年11月 刚刚结束在干南越北剿匪作战的 第1430奉命北上 改变为火箭炮兵第21使 乌荣正任师长 刘璐常任政委 1951年2月14日 全师以团为单位 接受刚从苏联运来的火箭炮 正常情况下 从步兵团改装为火箭炮团 形成战斗力 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军情紧迫 第21师开始了28天改装训练 14天动员教育 热火朝天的突击大联兵 于4月初开始分批入朝参战 就是四个礼拜的时间 非常紧张 战士们晚上不睡觉 也去练 也去练这个炮 下苦功夫 为了把早一点的接受 看门元朝去打敌人 彭德怀对火箭炮兵非常重视 在汇仓志愿军总部 专门向前来汇报工作的炮兵 第21师副政委屡林 做了叮嘱 那个彭老总跟他讲 他说照你们这样先进的这个火箭炮 美国现在还没有 他说所以要很好的利用 它来杀伤 美国人的这个有生力量 所以你们这个火箭炮 配备哪个部队 在什么地方作战都得经过他批准 当时这个武器比较珍贵啊 一个我们国内不能生产 要花钱的 炮弹也要花钱啊 那个时候说的 不知道是说的是笑话 所以一发炮弹只六两黄金呢 9月1日 卡丘沙火箭炮兵第21师203团 在配速东线第27军反击美第7师的后动力战斗中 打响了火箭炮兵入朝作战的第1炮 被打得丧魂落魄的美军士兵 净几乎志愿军使用了原子炮 步兵啊开始不了解他 也并不喜欢他 他有一个不利的条件就是 架子大 炮大 排场大 就是他要一动弹 这是惊天动地 步兵 唐克 车都要让一切为他服务 从这仗以后呢 就都想要 都喜欢这个大炮 一打仗的时候 就正着要配处他 配处他就能大胜仗呢 活这个先进武器嘛 无奈之下 联合国军代表 只好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 在得到朝中方面同意后 谈判地点移到板门点 这里是美方控制区问山里 至朝中方控制区开城之间 双方的接触点 1951年10月25日 中断了两个多月的停战谈判 赴会 朝中方面为了打破将军 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新访案 在夏秋季攻势中付出沉重代价 但战果甚为的联合国军不再坚持海空补偿论 但却提出了已被他们占据的北方海岛换取开城的武力要求 为了配合谈判 加强开城地区的防御 1951年11月 志愿军第65军 在开城以南地区 对南朝险军进行了两次复战 复战阵地280平方公里 志愿军第50军 在公军和跑步的志愿下 先后收复段岛 大小河岛等十多个岛屿 人民军海防部队 也相继攻占大通江口及汪津半岛附近岛屿 军事较量的结果 使联合国军方面不得不接受 朝中方面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级线的方案 11月27日 历时四个多月 经过了18次正式会谈 37次专门委员会会谈 14次参谋会谈 双方终于就军事分级线的划定 达成了临时协议 下节看点 在朝鲜战场上 为什么美国会投放了大量的细菌弹 使自己成为中史之地 接下来的谈判 双方在一系列相关问题上 依然存在着争论 近战置换 此时 一个令世人震惊的事件 发生了 1952年1月27日夜间 多批美军飞机 在位于铁园军的支援军第42军阵地上空 低空盘旋 却没有像往常一样 辱冲投弹 此日早晨 第三级武团战士李广福 在驻地筋骨里的雪壁上 发现大量苍蝇 跳蚤和蜘蛛等 此后数日 志愿军部队连续 在朝鲜前方和后方多处 发现大批此类昆虫 而且 都是在美军飞机经过的地区 在飞机低空盘旋后出现 每天晚上他一服从的时候 平常一服从 马上警觉着就少说 几条人没错 那几天晚上怪了 没有声音 奇怪 有的发现了 他妈这炮弹他妈不行 怎么搞的呢 就扑一声 就爆炸 结果一看了 就是像这个牛潮 手边两半 别人找人玩了 小蛇 小老鼠 蟑螂 什么东西 这些老鼠 什么之类 当时 政治朝鲜一年中 气温最低的季节 大批昆虫的反季节出现 情况异常 当时取证以后 取了样本化验 直接送到朝鲜人民军的 维生防疫最高机构 化验结果 证实 确实是属于新军战 这个雪地下面都是一片屎子 都能砍倒 老八星都在那 我那个鹰不住 那个直播所住 那个地方 下面个老八星 架了三口针 都倒在床上 好像有些战士 得了不知道什么病 但是这个时候 美国的这个习军战 已经开始了 后一来 有些战士 牺牲了以后 插不出原因 像我们说说 死的就 防疫专家经过化验后 认为这些昆虫 所带有的病菌 属于祸乱 伤寒 鼠疫 回归热 四种病菌 二三月间 中国东北的 府顺 安东等地区 在美军飞机入侵后 也相继发现了 各种带军昆虫 二月二十四日 抗美援朝总会主席 郭沫若发表声明 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 坚决申讨并制止 美军撒布细菌罪行 三月八日 周恩来发表声明 抗议美国政府 使用细菌武器 和侵犯中国领空 三月二十九日 世界和平理事会 召开会议 通过了反对细菌战 告全世界男女输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 和国际科学委员会 先后派出调查团 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 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结果证实 美军确实进行了细菌战 背负美军飞行员 奎云等人 对参与细菌战 公认不讳 这个他供词 他们俩证明 曾经投过这个细菌战 这个53年 我们人民预报 把这两个付了供词 在人民预报发表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断然决策 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 并号召部队和人民 既不恐慌 也不麻痹 要坚信 以群众的防疫力量 是可以战胜 敌人细菌战的 防疫工作 是反细菌战工作的中心 在几天时间内 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 向朝鲜紧急运送了 数百万份各种疫苗 与防疫用品 同时 从国内组织防疫队员 抽调专家组成检验队 防疫队 携带检验药品 器材等 前往朝鲜 由于防控及时 措施有力 中朝军队和人民 很好地控制了 疫情的发生和发展 而发动细菌战 使美国受到了国际社会 和舆论的谴责 使自己在国际上 变得更加孤立 此时 谈判桌上 出现了更大的分歧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一般被认为是 最简单的战俘问题 突然成为了焦点问题 于是 联合国军方面 公然违反国际法 和国际惯例 针对朝中方面 全部遣返战俘的要求 提出所谓 自愿遣返的原则 百般刁难 抢牌 牵制 有的人拒不牵制 最后 他动用了 饥饿整裁 不给饭吃 最后 有的被饿死的 大马大将 把这新歌挖出来 穿到这个 翅膀上面 到战俘里说 你看 他就是 回大陆了 明天 你们谁要去 找保持东 跟他一样 与之相反的是 在志愿军战俘营里 联合国军战俘 受到的却是 人道主义的良好待遇 温纳瑞斯 当年志愿军战俘营里 一名武通 美军战俘 志愿军 优待宽大俘虏的政策 和人道主义精神 以及中国人民 对和平的热爱 深深感染了他 使他义无反顾地 选择留在中国 并拥有了自己 幸福美好的生活 我们大部分时间就是 搞体育运动 搞 有好几个福乐团 我们也集合一块了 搞了比赛 搞中国样的比赛 打篮球 棒球 跑步 我们想家里 怎么办 志愿军 很快发给我们的 新家 新 新风 还有那个 那个这么长的 这么粗的 那个黑的 那个干杯 那个干杯 那个手机好 我们写信 志愿军想办法 这些信都到了 家里 1952年2月至10月 人民日报 多次发表社论和声明 揭露和谴责 美军迫害战俘的罪行 全国人民也积极掀起了 抗议活动 要求全部释放战俘 10月8日 在战俘问题上 仍然没能占到便宜的 联合国军 单方面宣布修会 再次企图 以军事手段 扭转其在战场上的 被动局面 和谈判中的独立地位 在范福里特的指挥下 联合国军 先后被志愿军 监守的上甘岭 猪排山 老兔山等阵地 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这个老兔山 原来不叫老兔山 是敌人队炸弹炮弹 把他炸平的 炸突然 叫老兔山 清朝以后 53年 15分了 贺龙 带着祖国一往他 撬着这个老兔山 画了一平方米 这个面积 这是为了他的 团圆 一共截取了 360块蛋片 一平方米 就在表面上的 那上面还多了 就是在这个散散 从成全上万 都搞去 在敌军猛烈的炮火下 在坑道极其艰苦的 生存环境中 志愿军将士们 以顽强的意志 打退了敌人 无数次的进攻 始终固守着阵地 在志愿军的英勇抗击下 联合国军 在朝鲜中部战线 一系列阵地攻防战中 伤亡惨重 且收效甚畏 最终 布什锡停止了之后 任何对志愿军的 大规模进攻计划 此时 美国政坛也发生了变化 在总统大选中 艾森豪威尔 击败了艾德莱史蒂文森 当选为新一届美国总统 1952年12月 艾森豪威尔到南朝鲜视察 他对战地司令官们说 如果谈判还不成功 只能不顾一切危险 全力发动一场进攻 1953年2月7日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 一届四次会议上 表明了中国的严正立场 强调 抗美援朝的斗争 必须加强 要一直达到 美帝国主义愿意罢守为止 一直达到中朝人民 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面对中方的强硬态度 1953年2月22日 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 根据美国当局的指令 向朝中方面提出了 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 释放出希望解决战俘问题的信号 朝中方面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 4月11日 双方就遣返伤病战俘问题 达成协议 4月20日 双方开始在板门店 交换伤病战俘 当年摄影师李振宇 参加了交换伤病战俘的拍摄工作 那些战俘就把他们发给他们的衣服 美国兵发给他们的衣服 发给他们的吃的什么 就都扔回去了 都砸向美国兵 这个缺带不少腿的人 眼睛下的什么样的人都有 所以当时我们挺感动 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咱们的战友 受到样体罪 所以我们拍片子的时候 一边拍摄 一边哭 一边掉眼泪 我们一个女傅 拿着高跟鞋 因为美国一样 他们回来以后 也是什么 装了国防门 好像给你穿高跟鞋 拿着个高跟鞋 扎那个汽车里面的 那个美国司机 那司机他们肯定拨散了 车一停 一下就跳走了 走得远远的 车上面呢 女傅下来 一下子以后 看到都是祖国的亲人 这就是盈眶 边看边说 而空宿美国人 不然 有的女傅呢 一下子以后 就紧紧 抱着我们的女傅里 全身颤抖 哭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节 我们看了以后 这一种非人道的 革命人道对付非人道 我看到这美国兵啊 下汽车以后啊 从我们这个 签盘人员 拥抱 六类 感激的不行 我跨包里头 咕咕囊囊囊的 实际红光满面 舍不得离开 外国人记着 都说啊 真是中国人们 真好 切大纹尺头 到最后停战时 共有21名联合国军战俘 拒绝遣返 自愿选择前往中国 4月26日 停战谈判 在中转的6个月 零18天后复会 然而 到5月中旬 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为了紧密配合停战谈判 促使朝鲜停战 早日实现 志愿军决定 采取稳扎狠打 由小到大的方针 举行夏季进攻战 5月13日 志愿军 以打击美英军为重点 对敌连以下坚固阵地 发动进攻 到5月26日 共坚敌4100余人 在这个期间 我们这个阵地 是越来越鼓勇 成了一个前谷顶 万里畅城 地下畅城了 是不是 在这个树战场上 我们就非常主动 越来越主动 所以谈判主要商量 也是主动 6月8日 停战谈判中将之已久的战俘遣返问题 终于达成了协议 便于6月15日 重新修订了停战以后 双方军事分界线 停战协定签署在即 至此 漫长的停战谈判之路 在经历了双方谈谈打打 打打谈谈的曲折和弦阻后 终于接近了终点 一场特殊的博弈 即将有了结果 结束战争的希望 让人们翘首可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